在整個歷史裡 人類從沒想過 可以像今天的人這般舒服 這句話來自丹麥設計師 簡斯里森說的 曾經只要你願意住遠一點 都可以換來一個較大的居住環境 不過香港的土地問題 加上城市的發展 新界出市區的交通網絡 都發展完善了 新界樓和市區樓的價錢 已經拉近很多 亦開始有納米盤出現 究竟市場對納米樓的需求有多大呢 之前為甚麼人覺得納米樓不錯呢 因為它容易租得出 尤其是一些大學附近 因為香港的大學 大部分都沒有足夠的宿舍 好過一般的房間 一般的房間 跟人共用的廁所 納米樓也有自己的廁所 這是人要求的標準 比之前要求的標準高 才能租納米樓 納米樓租到八千一萬水平 如果買來收租 有一定的回報的人才會買的 住納米樓多數是甚麼人呢 多數是單身人士 或者剛剛結婚 或者有一個伴侶要一起住 如果他以前跟家人搬出來 如果他覺得方便 他便會搬出來 另外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市場比較大 其實很多人都負擔不起 現在是踏腳石而已 要多給一級矮一點 不用一級爛那麼高 從他之前賣得不錯的情況來說 反映社會有一定的需求 你好,我叫Fenix 我是一個室內設計師 我已經做了室內設計 超過15年了 因為納米樓扣除室內廚房廁所的空間 只剩下百多呎的空間 其實很難擺放現成的傢俱 很需要室內設計師 幫他做一些設計 或者訂做一些傢俱 才可以更實用 踏入2019年 多個迷你盤落成入火 今集介紹的單位也很有來頭 當年推售的時候 被譽為屯門區內首國以型格酒店 做定位的物業項目 這裡提供321伙住宅 有50伙開放式單位 當中的313平方尺的單位 就是今集的主角 現在這個盤在屯門 在我小時候80年代 只有屯門公路 私人樓也不算有很多選擇 但到今時今日又有西別 多了巴斯路線 有三號幹線 如果在深圳上班 又有深圳灣大橋 比較起 你在市區住 可能每天出入 要付出多45分鐘至1小時 但換回來的 有自己的空間 這樣的尺數 變得上樓 每天用1小時的時間 換到這個生活享受 大家要秤一秤 我覺得可以考慮 單位實用面積 313平方尺 全開放式設計 露台和窗口 集中在屋的一邊 也是整個單位 唯一的通風窗口 有些難度去處理 有些難度去處理 有一刻進入後 就會覺得太小 也有太多門窗 這些位置很難配合 其實兩個人 住300平方便的單位 我都沒有信心 住得舒服 還要說是開放式 因為一般來說 開放式 其實只是酒店房 好,我真的要選一間房 其實房間一定有窗 如果房間有窗 那廳就沒有窗 好,如果我當作打直 窗一人一半 那就變成兩邊的長條影 所以我沒有信心 讓我放棄 我沒有想過放棄不做 因為越難的空間 就需要越多心思去做一個設計 如果做得整個設計 就越滿足感就會越大 這次這個單位 屬於開放式的單位 入門口的右邊 是一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裡的內裝 是原樓已經扶送了 已經足夠可以使用 不需要再作改動 出來的位置 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已經有齊了基本家電 現在新樓的廚房廁所 一般都不需要再裝修 因為現在發展商用的用料 都比較有質素的用料 加上它的設計方面也很漂亮 出來的位置 是一個開放式的大廳 最尾的位置是一個露台 而這邊還有一個工作平台 這次這個單位是一對夫婦住的 他們原先有個要求 打算做一個角樓 但他們收樓後發現 有些環樑在上面 後來改了一個設計 製造一個地台床 以及一個屏風堂門 分隔開房間和客廳 這個單位最大的缺點就是 在這個位置上 就是一個環樑 環樑裡面是一個木殼 放了一個洗手間裡 需要用到的排風喉 出到露台外面 小單位的設計 製造一些大櫃 是很外眼的 既然它有環樑 我們就會影響環樑的深度 可能配合一些設計 小屋的間隔 最好就是用一些可以透光的物料 例如一些玻璃 或者是一些屏風的效果 這樣去做 令到壓迫沒那麼大 令到一些光線也可以入屋 在這間房間的位置 我們用了一個玻璃的燙門 去隔開這間房間 為甚麼用玻璃呢 因為整間屋的窗 只在這個位置 如果用牆去隔 就會擋了遮光度 所以我們用了玻璃透光的效果 就可以把光帶進客飯廳裡 因為想增加儲物的空間 所以在這間睡房裡 我們做了一個儲物木台 木台上放了一張雙人的床褥 令這間房間比較舒服 床尾這個位置 我們會放了一個高身的大櫃 偷回這幅牆 而這個高身櫃 也是遷就上面的環量位置 變成增加儲物量的位置 而旁邊這個位置 我們就做了一個開合的餐桌 這個開合餐桌 不用的時候 就可以收回 遲空一個活動的空間 晚上可以在這個位置 享用他們的晚餐 而我身後的位置 就是一個兩座位的梳化 以及一個按摩椅 令這個位置 變成一個客飯廳的空間 小屋沒有多餘空間去做裝飾 於是設計師就在家師下手 將屋主喜歡的北歐古典風 用顏色和線條去表達出來 據我首先屋主 後來又要求北歐家師 然後又要有獨立房 又有餐桌 還要放上按摩椅 那讓我放棄了 太大想頭 1700呎就說 你現在300呎 又要北歐等等 這些人在香港也很多 聽起來好像有點難度 所以在選購材料 和選購款式的時候 要幫他配合一些尺寸 去幫他控制一些整體的空間 才可以容納得到他要的東西 裝修家庭的時候 最好預早找設計或工程公司 在開工前 盡量決定設計風格 家師款式 整個裝修進度 就可以掌握得更好 這次這個單位 屬於部分裝修 廚廁不需要做 主要是家師木工工程 用了一個半月時間完成 整個費用就是168000元 等待好了 因為他不想知道 學會收視繳 有幾個附送 掌握下水 小小的 drum 找鬼吃嗎?乾過乾絲的檸檬, 跟它分手吧 剩下來的這些 其實會有一個白色的盒子 裝著裡面的東西 但我們會把它變成透明的收納盒 讓屋主一看, 就看到裡面是甚麼 將新鮮食物放進透明的玻璃保鮮盒 一來夠整齊, 以來找東西吃都比較容易 看到很多香港的雪櫃 都會有很多這些藥材 但很多香港人就這樣, 整袋會放進雪櫃裡 所以我們會建議這些袋 轉成透明的保鮮袋 打直地放在盒子裡 令屋主一眼就可以看出有甚麼藥材 最後我們將飲品收納在門右邊的架上 就會令整個雪櫃整齊很多 飲品放在雪櫃門, 一字排開 而且一目了然, 看都舒服 經過Sharon姐收拾過雪櫃, 整個雪櫃重新 大家真的要定時定後清理雪櫃 否則很快就打活圓形 給過期又發摩的食物, 拾八個雪櫃就不好了 古典不歐風格的開放式單位 加入了設計師, 度身訂製的傢俬 生活上帶來有多少享受和方便呢 其實比櫃很大 但又不覺得很重 為甚麼下面有一些垃圾是刺了的 除了有間房間 還有磨砂玻璃 即是可以有私隱的 是嗎 當時因為韓戰的爆發 對中國聯合國開始禁運 香港當時的經濟是一個轉口說 它是靠國內的出入口 而賺取他們的佣金 作為一個主要經濟的來源 一旦失去出入口的生意後 香港就要在一個很緊急的情況下轉型 而且還面對了很多大量的難民和移民 政府想到一個過渡性的解決方法 在屋契和公契都寫明 你可以在住宅單位內進行自己的私人生意 可以進行一些商業活動 作為一個短期內 解決一個不夠就業的過渡性的解決方法 在這些60年代的混合式相住大廈 你會看到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這些大廈十多層 去到某個高度會斜起來 成為一個斜面 其實這就是跟當時的建築條例 對於一個環境衛生的一個需要 怎樣可以保證到街道 有足夠的陽光照射和空氣流通 去到某個高度而有斜面 令到街道每一天可以保證到 陽光照射到街道的某一部分 而且是利用一個斜面 在理論上達到足夠 形成一個空氣流通的作用 電視頻的故事